我是紫衣看对面头像 这局紫衣匹配到本赛季的无敌战神 这一轮究竟应该如何取胜呢 这局紫衣就来给大家做个教学 开局站到紫衣现在这个位置 跟对面对一波枪 结果我对不过 我承认枪法要差了一点 即便枪法差 我们也有制胜的宝典 这波对枪很极限 赶紧划散回压血量 这时候耳机注意听脚步声 左边是猫着一个 狗东领一个还猫着一个 我们火力压制一下 这时候可以让队友帮助 看一下狗洞位置 后面狗洞来了 这时候队友是成功防住了 非常稳 打这种对面非常猛的局 一定要团队配合 千万不能有一个人 就单独行动啊 送人头啊 这种肯定不行 读书馆每一次挂掉 都要有价值 这时候对面战神是10杀 我是11杀 对面看我拿到温九四 就直接拖过来 知道我这把枪很弱 哎呀可惜没有爆头啊 复活之后近点就有一个 天鹅把准心描一个爆头线位置 一发爆头 现在局面真的非常胶着 这时候子力拿到左轮手枪 对面也有两把左轮手枪 跟对面战神来波左轮护队 结果他应该是惨败 想跑已经为时已晚了 就所谓一人挂掉 全队升天 这一波连锁反应 对面直接爆炸 这位战神没点手枪的攻击 就想跟我对 真的是想多了呀 小拳拳这个人应该是还差一滴血 他队友帮忙架枪 我们在后面回一下血量 我后面也有队友 哎你就这么过来了 这把十字弩一定要捏得死死的 一发爆头 这把战神局大家学到了没有 学到了记得评论区发送一个1 拿到锅直接顶上去 对面是左轮 对我没有什么威胁力 一锅带走 把玩意看我怎么18杀 17个助攻啊 这是不是统计错了呢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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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